繼續開會 我們請李梅真一眼執行時間45分鐘 好 謝謝主席還有我們市長 跟我們的市府團隊大家辛苦了 今天禮拜六還要來這邊加班 那其實一直以來 本席都非常重視科技 也在第一次質詢的時候都說 就想要推動我們的智慧城市 來影響我們的市政 那因為現在從智慧城市的觀念 就是說每次在部門質詢 我也在推動說 怎麼樣讓我們的城市更有智慧化 然後更走在我們時代的尖端 更趕得上我們城市的進步 所以說一再的宣導 讓高雄市可以從一些智慧的方面 還有各大數據還有物聯網 然後還有大數據的各種分析 來檢討我們的市政跟增加我們市政的更好 那所以說這一次主題也是智慧科技 智慧科技時代要有智慧的城市 那第一個我們就來重視智慧的犯罪 智慧的科技犯罪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常常人手一機走路也在滑手機 開車也在滑手機 那可能有的時候 像現在開會沒什麼事情 大家議員也在那邊滑手機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滑手機 所以說從事 現在大家要用那個手機來買東西啊 上網購物啊 還有就是做一些訂票什麼 或者是甚至轉帳 全部通通都在手機上面 所以說這樣子這麼方便的方便的方式 所以我們嫌犯也會非常利用非常多的這些方便的功能來犯罪 那其實大家看一下喔 這是高雄市警察局104年警政系統 就是對各類刑案發生的破案率 大家有看到偽造文書 偽造文書喔 有那個佔了71.4 現在講104年 那那個妨礙電腦使用喔 有18.68 然後那個 不好意思 因為那字有點小 就是 毀氣損害喔 有52.45 那其實大家有看到喔 其他的破案率喔 包括妨礙自由啦 妨礙風化 這些毒品啊 還有駕駛過失這些 我們的警察局做得很好喔 幾乎破案率都 超過九成以上 這個是值得讚許 那為什麼這三個 這其他這個三個呢 妨礙電腦使用相對來講喔 破案率才18.68 這就是我們要檢討的地方 或者是 是不是 是不是說 是不是說有什麼困境 沒有辦法來突破 這個部分喔 所以說 大家看一下 現在網路的犯罪喔 總共有了八點喔 網路媒介 那些 集傳播社情 還有那個網路販賣 為禁品的那個管制物品 然後盜版光碟啊 這些都在網路上做的喔 然後還有教說他能犯罪喔 這個可能在LINE裡面 就這樣傳來傳去 大家比較不好查 那還有那個網路詐欺啊 跟網路恐嚇 毀謗那個 烏魯妨礙名譽喔 因為這些他都躲在電腦後面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查到他 那現在蠻嚴重就是 駭客侵入跟散佈電腦病毒喔 那有的人 很多議員啊 也跟我說 可能沒手機好像就 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大家的行程 什麼都在裡面 所以如果被駭客進入病毒的話 這樣子其實大家就是 對生活上很沒安全感喔 因為大家非常依賴手機 再來就是網路賭博 所以說這樣子 現在大家流行那個 木馬城市來綁架電腦檔案 然後要出被害人付出贖金喔 才可以將這些中毒啊 然後的電腦去回復喔 所以在這邊呢 我也想要針對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針對這樣的狀況之外 如何去防止那個電腦犯罪 然後警察怎麼樣去防放 讓更多人喔 沒有辦法 讓更多人沒有辦法 那麼多的受害 這個問題請警察 然後局長回答 來 局長請答案 來 局長請答案 謝謝主席 請答案 請答案 你請坐 因為看到我剛剛的數據來講 其實警察局已經很認真在做 但是因為如果這樣子的數據 其他一般的一般的犯案喔 其實你們破案率真的非常高 剛剛你有沒有看到還有百分之百破案率的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喔 如果說網路上這個不能突破 而且現在大家就是在網路上犯罪喔 所以我希望警察局這邊喔 如果可以增加人手或增加一些設備喔 然後來那個防止這些網路 那因為我也知道說 現在高雄市缺錢喔 所以有時候警察局可能一些設備可能不夠強化 也希望市長這邊喔 能夠針對這樣子的科技犯罪喔 來增加多一點的來設備 來幫助我們的警察局把這個網路犯罪喔 把它做得更好 那其實在講一些數據來看喔 現在大家就想說 因為我們在我們那邊喔 現在高雄啊 大家都偷車 就是車子被偷 速度非常的快 那當然是車子被偷 我知道警察局的 找到的那個時間點也非常的短 就可以馬上找到那些車子 可是其實那我們要回歸到說 雖然我們可以找到的是很快 可是怎麼樣車子會被偷走 現在科技越來越發達 一般來講應該是我們的車子 會越來越安全 可是怎麼會越來越 越來越變得比較更容易被偷走 那其實 現在喔 在104年警政統計喔 就是說 我們高雄市的切刀案發生的 發生數暫行案是28.88 所以說這個數據喔 大家看到我們全國發生 發生的那個總數才21.97 可是我們高雄是28.88 所以說我們還有減少的空 我們看到這個數據 我們還是有減少的空間喔 從這張圖表來看喔 其實 汽車減少的比率喔 比那個機車和普通切案 減少的比率還要少 所以汽車非常的容易 現在變成非常的容易被偷走 那今年在高雄市喔 4月8號有一部國產車停在自家騎樓前 不到一個禮拜 4月13號又有一間 一間那個百萬名車被偷 那這幾個禮也有不見 更誇張的是小偷 偷百萬名車只花了8秒 所以說大家都覺得措手不及 那因為這樣子的科技 其實沒有保護我們的車子更安全 反而讓那個 讓我們的切賊更容易犯罪 那大家先看一下這個報導喔 沒有聲音 他那檔案沒有聲音 大家看一下字幕喔 他就把車子開走 所以說覺得真的很不可思議喔 8秒之間就偷走 而且那一個禮同時在這個時間點喔 有三部車被偷走 所以這個是覺得非常的誇張喔 那個沒有聲音你幫我切掉好了 那其實說 其實說 如果說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啊 我們8秒就 就把車子偷走這個部分啊 我知道說現在好像就是有一種那個 複製儀啊 他是可能把門撬開 然後進去把那個電腦拆掉 撞上自己的電腦 然後馬上複製到 他的空白晶片上 然後再馬上 做一個複製儀 然後拷貝 拷貝起來之後 馬上就可以把車子開走 那因為這樣子的狀況 我不知道說 我們警察局這邊 有沒有一些反偵測的 的狀況 就是說可以讓 切賊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那我還有聽到有朋友 他就是說 他其實明明已經鎖門了 可是聽到 按下去聽到咔嚓的聲音 可是那個車子其實沒有鎖 因為他也用了那種 用了那種 就是控制你沒有辦法鎖門的那種狀況 所以說這樣子 他很容易又把車子偷走 所以這個部分 我才再請警察局長簡單的回答說 如果是這樣子 我們警察局這邊有什麼反偵測的方式嗎 請警察局長回答 來 局長答案 謝謝李院 那個汽車的失窃 其實是差不多是15年以上 失窃比較多 那這些因為過去 它本身比較老去的車子 它一些黃道的設備就比較差 那大部分都是把它拿來 當這個犯罪的一個工具 拖完或是搶完 然後再丟 那新的高檔就那個 失窃的就比較少 因為它本身一些電腦的一個黃道設備 本來就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算是比較少數的 不過針對這些個案 這些個案我們已經有鎖定對象了 那這個對象 我們這個嫌患如果把它抓回來 我們我們會繼續去了解 那調查到底它是用什麼方式 去把這些比較好的這個黃道設備把它破壞掉 把它破壞掉 那以後我們知道說 小偷你是用這種方式來偷車 我們就可以用一種方式 來建議一些廠商來做一個防換 或請車主來做一個防換 謝謝局長 局長您請坐 那因為我是藉由這個警察局的那個智慧犯罪 來切入這個智慧城市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剛剛有講了 我們警察局的設備比較老舊 可能就是有一些狀況 他沒辦法去做 那所以說在這邊我想請教市長說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狀況 因為我知道高雄現在財政困難 可是警察局 因為我們是那個 推動說我們高雄是一個移居城市 那移居城市犯罪率就要非常的低 那在這個部分我想請問市長說 除了說我們要怎麼樣去防放這些智慧犯罪 那因為我知道推高雄市政 也是需要說當初市長也覺得智慧城市非常的好 各局處也都非常有這樣智慧城市的想法 但是因為智慧城市就是需要一些經費來補助大家 或是來推動大家 把大家的一些設備來提升 各局處都是一樣 在這個問題我想請教市長 我們要怎麼樣利用智慧城市來讓高雄變得更好 請市長回答 市長答悟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智慧城市現在也是一個城市進步的表徵 那當然高雄市如果要跟其他的城市競爭 邁向智慧科技 這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過程 那我覺得說高雄市當然 以現在我們既有的產業 到大概距離智慧城市 當然這個部分是要有很大的翻轉 那高雄市現在我們 在跟經濟部的部分 上一次部長到高雄來 我們有跟他做了若干的討論 說未來在我們造船的部分 國建國造 這個中間也有相當的智慧科技 這個部分他們經濟部 有些是國防部 那經濟部的部分 我們是用智慧科技 他們現在的那個動漫虛擬實境 這個部分是我們要發展 4G這個4D這個部分的這個產業 那我想我們現在的精華局 大概跟我們的最高經濟顧問 和美和顧問在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都在很努力 在這個部分做一些討論 認為在高雄在未來這個智慧科技 數位內容包括動漫的部分 我們現在幾乎有一個在高雄來講 應該這個產業鏈慢慢都連結 所以我會覺得說從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可以要了解高雄一定要朝著這個部分 除了傳統的產業 他們必須改變高質化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希望中央支持高雄有新的發展 那我想李議員剛剛特別在這個部分 我們對於我們警察同仁 在辦案的過程 除了他們的經驗豐富專業的能力 包括智慧科技也是他們不可或缺 那高雄市政府對警察局所有的預算 我們跟議會一樣 議會全力支持 警察局只要提出來相關的預算 幾乎在市府內部的都受到高度的支持 因為警察消防關係的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坦白說我們都不敢刪都是支持 所以跟李議員簡單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謝謝市長 市長你請坐 那因為也感謝市長的支持 因為現在真的我們科技已經在改變了 所以說我們的市政府一定要有更 比別人更快的思維做得更快 讓我們的高雄市民更有感 那我知道高雄市現在推動 就是現在推動的這一些 這一些現在在執行的這一些目標 就是以前前幾年可能高雄 可能市長剛當選的時候 就有這個目標在執行 那現在目前過了那麼多年 可能都是一直在執行的狀況 那市長剛剛也有回答到我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高雄面臨的就是產業問題 發展產業的問題 還有現在就要定案來運作這些東西 因為已經幾年了 大家都還期待說我們的執行面怎麼樣來做得更好 那剛剛也提到說高雄市現在那個財政非常惡化 所以除了整體的經濟 我們沒有明確的產業政策 還有沒有明顯的培育那個產業的人才 所以現在需要的人手 產業需要的人才跟我們那個人手的產生 是不容易找到人 那剛剛市長也提到我們高雄是很努力在做 剛剛講到那個市局 我知道市長之前就有有招商那個AMH過來這邊 那可能市長覺得說這個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也希望說我們高雄也有這樣的產業 這也是我們能夠贊同跟鼓勵的 那但是青少年的就業問題 還是一直以來我們沒有辦法突破的 所以我就說之前設立的目標 然後現在要來執行 那現在大家都已經在期待執行的成果 那我們看到這個就是說青年失業的 失業跟尋職的概況 大家看到這個數據 那數據有點小 我就把它分析出來 我國15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是13.2% 那高於南韓、德國跟日本 那剛剛那個數據有看到 其實2013年我們15歲到24歲 失業率是13.2% 低於OECD 那其實說我們這樣子來看 那我們看各國的平均率 就是那個美國是15.5% 那我們只有高於南韓9.3% 然後那個德國7.9% 日本6.9% 其實你看他們失業率都比我們還要低 那我們看近幾年趨勢的觀察 我國的年輕人從2005年的那個10.6% 到2009年是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才14.5% 可是我們現在2013年 卻還在13.2% 這8年來能然增加了2.6% 所以說南韓 如果說這樣子看來 人家南韓從10.2%去降至9.3% 然後日本就8.6%降至6.9% 德國更厲害喔 是由那個15.2% 然後降到7.9% 那其實說德國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我有去查過 德國失業率來大幅改善 是因為實施二元制的職業教育體系喔 透過實習跟理論的結合方式 然後助於那個產業的銜接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 有產業我們也需要這樣子的人才 所以我覺得我國應該是 學習德國的二元制的教育體系 那我們再來看到下一個數據喔 103年我國大學以上 大學以上程度失業率是4.99% 那如果總體來講的話 因為數據也很小 我會是整理出來 就是全體來講喔 就是失業率是3.96% 那其實各教育程度之慣喔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大學以上比五專 比高職的失業率都還高 那以前大家的父母都跟大家說 像在座的各位我相信 你們的父母都是 那就是剩下高的比較有頭路可以做 這是大家的共通點 可是現在變成喔 我們剩下高的頭路更難找喔 所以說現在大家全世界 包括我們以前老觀念 都是覺得諸如此高一點有工作 可是現在學歷越高喔 我們的失業率卻越高 這樣子的趨勢喔 讓我們很擔心喔 那其實說應該針對 我們應該針對這個問題說 科技現在這麼進步 剛剛都講了犯罪還什麼都是科技喔 那也是物聯網的時代 大家應該都是要有高學歷喔 可是高學歷怎麼會 都沒有找不到工作 這個部分喔 我就覺得非常的奇怪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 也是請市長簡單回答一下說 如果看到我們攝影機 頭路更難找這種狀況的話 市長怎麼樣去關心我們年輕人 請市長回答 市長道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剛剛謝謝李醫言 李醫言特別提到 德國為什麼他們的青少年 青年的失業率 能夠從百分之十五點二降到百分之七點多 我想他們的一個二言字的教育 就是對季子的教育 那我會覺得說今天我也看到 也新的教育部長跟過去 大家都重新再思考我們的季子教育 台灣過去我們一直給我們的學生 好像季子教育的孩子就比較不優秀 所以你一定要練大學研究所 如果我們的觀念不改變 這個部分我們的孩子研究所畢業等等 或者練到博士班 他們在跟就業的市場是有很大的距離 這樣我們的失業率就會很高 那另外一個部分也是在我們在討論 如果說我們到底高雄 我們有沒有優秀的就業的人才 譬如我們高雄現在在發展4D數位內容動漫這個產業 我們為什麼在高雄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很多學校在設計的科技 在動漫的科系上都是非常出色 所以南台灣在這個部分的優秀的人才是很多 所以我現在跟你演報告就是說 我們高雄是在這個部分的爭彩的部分 連續三年吸引了大概將近五千人以上 年輕人他的就業沒合力都高達到96% 那這個就是我們必須利用這樣 能夠讓年輕人知道未來產業的趨勢是什麼 所以這樣的話他們就很快就能夠在這個部分 能夠讓他們尋求適合他們的工作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經濟發展去勞工去職業的訓練 未來我們跟勞動部在這個部分都希望結合教育部將來 技職的教育怎麼樣子讓年輕人高中畢業以後 他就可以先就業 就業一段時間他說不定可以再回學校等等 這些都是值得鼓勵的方向 謝謝市長 市長請坐 那大家都知道說現在剛剛市長也講對 就是說我常常因為勞工局長現在也是新的 那我之前的勞工局長常常在討論怎麼樣讓他我們產學合作 可是剛剛市長提到說現在大家的觀念喔 就是覺得說去讀高職或者是說還在讀書就去工作 這個好像不是很理想都一定要先把書讀完過去這樣才是一個上等人 那我現在也是要跟勞工局長因為時間的關係就沒有讓您回答 因為一直在討論是說希望我們有新的思維 產學合作真的非常的重要怎麼樣去導正我們民眾的這個觀念 我希望勞工局因為勞工局其實也有努力在做 但是因為我們都一直看不到成效 所以在這個新的局長我期許說未來 剛剛市長也講到重點說我們就是大家台灣人 或是這邊的尤其南部人的觀念喔 這樣子是那因為現在找得到工作才是最重要 而不是說學歷最高 因為看到這個數率我們現在真的很多我的同學博士 真的都沒有辦法找到工作 這是在高雄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喔 那接下來呢我要講的就是說那個社區健康照護 遠遠遠端智慧照顧喔 那這個部分喔也是講到智慧智慧城市必備的 那其實有看到說現在未來喔 每現在人類每個每週會平均增加1.5天的壽命喔 所以說10年內喔10年10年內老齡化就會變成我們那個影響世界的經濟 所以老人看護喔 確實成為未來最重要的工作 那因為老人看護的人手可能又會減少 所以更需要說到老人看護 那其實到2025年喔 其實不只是老人看護還有心理的照護 這個也都是非常的那個大家非常的重視 那我知道蔡總統喔 在在要選總統他的政見喔 可能就是說我大概念一下喔 社區健康的管理中心喔 那主要的任務是在地健康照顧資源的盤點跟轉介連接 還有健康照護管理喔 所以提供預防性的那個在地即時便利的醫療服務 然後提供24小時健康的諮詢喔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社區的健康照護中心對於行動不便的老人 還有失能者社區照護團隊 能夠就第一線來評估 照護支援的那個整體規劃跟執行 那其實居家醫療照護日本稱為在宅醫療 那其實在宅醫療 在宅醫療這個部分喔 就是我們也是需要一些設備喔 來讓我們的這些照護做得更好 那我在這邊呢請教衛生局長 其實老人照護分成很多種 有那個日間照顧啊 居家照顧這一些很多 那所以說如果說如何利用物聯網的概念喔 可以將老長者的血壓脈搏還有心率 這些可以傳到直接傳到手機上 然後讓當場知道被那個照顧者的參數 然後掌握 那未來我們衛生局是不是可以做到那麼細喔 那針對我們蔡總統的這些這些主張喔 可能就是必須要這個樣子 所以說在未來的社區照顧當中 智慧照護會佔多少比例 那我們是不是需要或者是訓練加強人手在這一方面 那你看了這樣的證件 包括我們高雄要怎麼樣來跟進 請衛生局長回答 局長請答悟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有關於我們的長期照護 或是我們講的社區照護的議題 那關於我們蔡總統的這個證件 其實裡面其實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我們衛生所的功能改造 他必須要從以前的從打預防針 做公共衛生的一個防治的一個議題 開始變成有醫療的議題 現在我們進入到21世紀的時代 我們對於社區民眾的照護的部分 那這部分其實是本局在過去這十年來 其實陸陸續已經推動很多衛生所的功能的 改造跟提升的動作 那但是我想李議員更關心的是有關於 我們的一個相關於老人在居家照護的部分 那本局在從103年底 其實是從104年開始 我們也獲得了我們的衛生福利部的一個支持 我們有一個高雄市的遠距健康照護的一個計畫 服務計畫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設置 設置了將近300點的一個社區點 那有包括在我們每個社區裡面 也有居家的 有獨居老人 也有雙老家庭的都有 那配置的部分是包括有智慧型手錶 或是說我們有一個藍牙裝置的一個 遠端傳輸的一個血壓劑等等這些 那可以從衛生局這邊 我們有一個機組可以去記錄他的一個血壓等等這些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因為單方向的只是記錄這些 這些生理的特徵生理狀態 並不足以對老人提出照護 所以我們另外還結合了我們遠距照護的一個中心 那這個遠距照護中心裡面就有很多的一些 我們的相關的一些 包括值班的一個醫療人員在那邊 就是對於有異常值的 或是說沒有去量血壓的等等這些 有這樣異常值的時候 他會說即時的一些聯繫 那醫院還關係到我們的一個 我想還是稱之為在宅醫療或許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事實上我們居家的照護居家醫療其實是30年來一直都有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在宅醫療可能都要突破的是 過去居家服務的一個不足的地方 是在於說我們對於整個在 尤其在家裡面尤其高齡化他不方便就醫 或是說他對他的病情的一個起伏等等這些 那是不是一定要到醫院就醫等等這些 其實都是一個在宅醫療的部分一個重點 那在宅醫療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高雄是有在做一些試班 那目前來講還需要有制度上的突破 尤其是經費上 因為目前所有的我們知道很熱心的這些醫療團隊 其實基本上他們都是沒有接受任何的一個 來自於健保體制的一個補助 所以這部分整個體制已經開始看到一些端倪 但是我們想說這個議題的確是需要再深度的耕耘 謝謝謝謝局長局長你請坐 那因為我為什麼提出蔡總統的醫療主張 我就是想說希望他有這樣子的醫療主張 如果他推動的話應該會提出一些方案 然後我們可以去爭取 然後去爭取一些經費來這樣做 那先做一些試辦 我相信如果試辦得不錯的話 會有很多人也會跟進 希望也跟那個我們市府來合作 因為這樣子的狀況 我剛剛講了 現在已經都每平均一週 大家就老了1.5天 所以說這個部分 所以要請衛生局長 在未來是不是如果我們中央有案子 有這樣子的方案 我希望你們能努力去爭取 那接下來下一個問題 也是要問衛生局長 現在高雄是腸病毒持續的升溫 那已經有35校37班的小學 然後因為腸病毒停課 那那個急診腸病毒的就診人次 有2069人 這是非常的多 而且越來越增加 那中央有預估說 今年是全臺腸病毒七一大流行 那我們衛生局是怎麼樣的防放措施 請那個衛生局長回答 來機長警察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對於我們目前腸病毒的關心 的確今年按照 其實先前我們的機關署的專家 就有預測今年的腸病毒 會是一個大流行的一個一年 那所以 因為這樣其實不只是我們高雄市 全臺全部都是進入到流行階段 那剛剛議員談到的 我們上一週是2069 他是門診加急診的一個診斷人士 那但是我們的高雄市的那個流行指示 設定在一千兩百人 所以在一個月前我們就已經進入到一個流行期的階段 那在這部分其實在我們整個 這是一個跨局處的工作 所以其實在今年年初開始 就包括說我們有 對於腸病毒的一個跨局處的聯繫會議等等 這些都已經展開 那我想除了開會之外 其實最重要是說實務上的一個增進的部分 那對於包括在整個公共場所 包括我們的尤其是學校幼兒園等等這些 我們目前已經是第二波的一個展開 我們對包括洗手設備的檢查 跟洗手的一個示範 那對於那個醫療院所的部分 那本局在五月初也已經完成所有有關跟小兒醫學有關的 包括是小兒科 一般科或是家庭醫學科等等這些 它有關的一些所有的一些設備的檢查 那另外我們也跟教育局做了很多合作 譬如說有一個寶貝小手貼紙的部分 那上面就包括整個腸病毒的一個提醒 預防的提醒等等這些 讓小朋友譬如貼在聯絡部或是帶回去 這個都有 那最近我們在一個月前 我們也完成了有關於醫療院所的一個 兒童遊戲區跟電動木馬的一個 停止使用的一個預告 那預告的意思就是我們目前是輔導階段 那目前我們有一些標準 如果達到的標準的話 我們預計是要停用我們的 我們的這些診所的一個兒童遊戲區 謝謝局長 謝謝你請坐 謝謝局長 謝謝 那因為大家之前是為了登格勒在那邊抗戰 那蚊子會飛來飛去 大家都不知道它到底飛到哪裡 那腸病毒這個東西我覺得可以預防 那因為小朋友非常容易互相感染 所以在這個我希望跟效益局來配合 要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是我們可以防範的東西 我們就盡量防範把那個數據減到最少 那因為現在已經增加到兩千多人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數據有點高 希望在就是除了登格勒 因為大家現在重視登格勒 那腸病毒又來給衛生局這樣子的狀況 讓你們業務上你們一定要去做 因為小朋友生病 而且腸病毒嚴重起來也非常的嚴重 在這邊也是希望我們的衛生局長要特別注意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大眾捷運跟公共運輸 那其實每一個進步的城市交通一定都會有問題 那現在高雄市的捷運只有兩條線而已 那公車的接駁的密度又不是很足 那現在感覺說 現在大家經過博愛路 可能漢神巨蛋那邊搭的人蠻多的 有一堆人在那邊走來走去 可是我查了一下這個數據說 今年三月來看 一月份的旅客比去年減少了5.67% 那平均在這一季是減少了1.75% 所以說搭乘捷運的人數是減少的 那這些人到底是跑去哪裡的 那不知道說我們捷運局這邊有沒有分析過原因 那請捷運局來回答 來 市長請答問 感謝主席感謝李議員 有關捷運運量的降低部分 主要是因為我們分析過 那主要是通勤的部分 通學學生的部分沒有影響 那通勤的部分減少 通勤的部分減少 主要來自於我們的油價降低 所以部分的運量 其實就轉換回到那個市人運局裡面來 謝謝 另外五月份 我們其實五月份的運量增加1萬人次 所以原先五月五月的部分 如果一去年來講16萬 今年其實五月份已經達到17.5萬 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因為我只是想問一下捷運局這邊有沒有分析過原因 怎麼會減少 那其實你請坐 那其實現在喔 其實大家都有看到說 交通運輸 我知道市長也是為了這個交通運輸很頭痛 那其實大家 那個什麼 交通部每年也會分析20個縣市 來交通 那個公共運輸的市占率 那因為這個數據也是很小 所以我就把它分析出來 就是說 有七個縣市的公共運輸市占率 創七年的新高 那其中六個縣市連續兩年升高 新北市台中市跟新竹市連續六年持續成長 所以高雄市的公共運輸市占率 是103年是8.2% 然後104年是7.9% 如果跟別的縣市來比較 我們是不爭 不爭反檢喔 那這個部分呢 我就是 再回歸到說 在103年的時候 我知道交通局有 有出了 有推出了那個任意搭的計畫 那任意搭是說 就是表示說大家搭公車不用錢 那其實之前我就提倡說 使用者付費 不用錢是不是 真的可以達到那個效果 那交通局說 任意搭這個部分 是希望可以把那個市占率提到25% 因為如果說捷運不好 公車一定會不好 公車不好捷運可能也會不好 這是一個息息相關的 那顯然這個計畫就是失敗的 從捷運人數的減少 是自占率也跟著衰退 所以應該把交通整頓 跟鼓勵公共運輸 有提出具體的方法 那剛剛捷運局長講到油價降低 然後大家不願意搭 這個是一個問題 但是也不是全部的問題 這個部分請交通局長回答 來機長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的關係 我們的公共運輸在 在103年相較102年 我們的公車的部分成長了20% 那就是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我們公車任意搭的成效 那104年我們開始轉換成 使用者付費的部分 推出一日兩段吃到飽 那其實一整年下來 我們的公車運量沒有減少 反而還小幅的增加 所以整個公共運輸裡面的公車部分 是有微幅增加的 相較於103年 那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主要稍微下跌的是在捷運的部分 那捷運部分 去年有一些因素 包含剛才我們吳局長所提到的 還有一些就是捷運局 捷運公司它有 就這個優待票的部分 做了一些調整 那不過今年的情況已經有 整個要把它改變過來 所以這個應該是回應剛才議員所關心的 我們的推出的政策 並沒有所謂的失敗的情況 那另外就是說交通部 它那個所謂使用的市占率的調查 它是用電話訪問 所以電話訪問呢 常常會有一些比例的誤差 所以7.9%跟8.2%前一年的 那個是在誤差的範圍裡面 我們也很積極的注意到這些數字的一個變化 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那因為我們現在也有時候提出的數據 我們只能從這些數據 那您的意思是說 電話數據不準跟民調 像我們在做民調不準的意思是一樣的嗎 就是都是老人家在弄 然後老人家也很少在搭捷運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那其實我們看到一些數據的改變 就是說我們就是要去檢討 那因為我是希望說高雄市的交通醫院 現在只有兩條線 那我相信近期之內沒有那麼多的經費 現在再增加一些線 所以我們公車一定要做得更好 希望就是說讓這些公車業者 有一些方便 然後把這些班數做得更好 然後來接駁捷運 然後反代把我們的捷運做起來 那接下來呢 我要講的就是說 現在觀光旅客的開發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520之後 大陸就傳出說 好像旅客會減少 那我有朋友去大陸就是去考察 他們是說 是沒有說要減少 但是大陸的客戶就跟他講說 來大陸 要從大陸要過來台灣 他們有技術性的那個簽證的同意會延誤這樣子 所以說都會變得比較慢 所以之前喔 因為也提醒那個觀光局長說 我們變成這樣子的局勢的話 我們那個高雄觀光局應該要怎麼樣來應對 那其實說 我就找了一些資料 我就是說現在交通部其實 有做這個亞洲郵輪市場的那個熱絡 那其實大家都有看到 因為我再把它整理出來喔 現在我國商港 商港進出港 進出那個港的旅客有17.76萬 17.6萬人次喔 較上期同期增加35.8% 主要是因為亞洲郵輪專案 帶來台灣的觀光熱潮 那國際航線的旅客倍增喔 達9.9萬人次 創新高 所以來台郵輪喔 總計109艘次喔 所以說增加了57艘 各港的那個國際郵輪 客達10.5萬人次 創歷史新高 較上年同期增加了1.2倍 主要是因為受到那個母港模式的效應 那我知道市長之前有去考察 看到別人的那個港口 看到馬賽的港口 因為這樣一個快沒落的城市 然後把它做起來 那其實我們高雄 我們台灣現在也有這種狀況喔 但是可以藉由郵輪看 是不是可以把產業帶起來 所以說現在這樣子的持續成長 整個台灣看起來非常的好 可是很可惜的是 今天來高雄的郵輪卻是減少的 在全國喔 包括基隆 他們這一 今年都大好的狀況之下 我們卻減少 所以高雄發展 發展郵輪的母港的那個旅運大樓 工程一直延宕 也有影響喔 影響到我們母港模式的效應 所以說 雖然說大家都知道那個彎靠樹 彎靠樹不能代表萊克樹 因為有一些他是來接客人 接了就走了 可是我們高雄怎麼樣來提升這些彎靠樹 然後再把遊客整個帶進來我們高雄 然後讓他在我們高雄消費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喔 那其實交通部有有統計喔 台灣觀光主要國際的那個客源的市場 大家看到喔 60歲以上 60歲以上可能就是說 不好意思 60歲以上 都以中國大陸比較多喔 然後在日本 港澳南韓喔 都是在 20歲跟那個 30歲之間喔 所以說 這些人次 這些人次喔 所以 這些人次喔 來看的話喔 其實我們年輕人 非常喜歡來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高雄來遊 來我們的台灣來遊玩喔 那其實說 說那個 年輕族群佔的比率喔 我剛剛講的喔 是 佔了兩成很高喔 所以我們 這邊是真的 那個年輕人 非常 多喜歡來 那泰國叫上元同期喔 也成長了三成 所以說 剛剛我講的 大陸客變少的方向 變少的 狀況 我們怎麼樣去 多元化的開放 然後全球布局喔 那其實 這一些喔 歷年來同期新高 佔整體數的比率七成喔 達七十三 七十三點五趴喔 所以說 其實這樣子的話 我們不是沒有 觀光客我們可以去 開創新的 不用 不用全部都 依賴我們的大陸 觀光客 那其實現在 目前交通部的 這樣子的分析喔 我們是不是 怎麼樣才能安排 這些年輕的旅客 然後經濟來 來那個然後剛剛 郵輪的狀況 來這邊請觀光局長回答 來機長請答問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李議員 那剛剛議員提到 這個郵輪的問題 其實這個部分 在我們這個 立新郵輪 這個彎靠的這個部分 的確在今年 是跟去年比較是減少了 所以的確這個部分 跟我們這個 旅運大樓的完成的時間 以及我們這個 彎靠的港口 要改善的這個部分 都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呢 我們大概會朝幾個方向去努力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跟海洋局一起合作 包括這個 彎靠港口的 這樣的一個改善 以及呢 我們這個 音棒的這樣的 一個旅程的這個安排 怎麼樣提出有吸引力的 這個郵程 讓我們的這個郵輪 願意到我們的高雄港 然後指定這裡 當為它的母港 我覺得這個母港的效益 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可以吸引一些 我們這個郵輪 到我們高雄來 那我想這個部分 近期內我也會 我其實陸陸續續 已經有跟我們的一些 郵輪的業者 有一些接觸 那我們也會持續 在跟他們做一些討論 那這個部分 我們也跟港務公司 都有一些討論 即將也會跟郵輪的業者 來討論 到底在這個部分 怎麼樣能夠吸引郵輪 能夠來彎靠 那這個中間 當然還牽涉到 有關於簽證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跟交通部 觀光局 來做一些討論 謝謝局長 局長不好意思 你先請坐 因為我時間的問題 我最後給問題問問 那因為你是新的局長 我要鼓勵你 因為當初 我知道你在民政局 很有衝勁 把民政局帶得很好 那所以說 這個希望你來新的局出 我也希望就是說 因為你就比較有衝勁 看看觀光局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 因為你新局長 然後做得更好 然後讓我們高雄的旅客更多 把高雄更發展出去 那上一次在小組部門提到的時候 我有講到說 社會局重視約聘僱加班的問題 那上一次 上一次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上次 那個社會局長 有回答我說 社會局約聘人 我剛剛看了這個圖表 社會局現在是目前 我們高雄市約聘人 約聘僱最多的 約聘僱人員最多了 那還有加班時數也是最高的 那您回答是說 社會局的工作非常的多 那可是有人 因為您的回答 有人來我的服務處檢舉說 局本部喔 他本身底薪就有三萬二 可是加班 加班就有四萬 有四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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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是說 故意把工作工作工作 然後現場的工作工作 工作工作 也要到達兩萬一 來 來 機長 答我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個 我記得上次議員是在 錘尋說我們 一月到四月 我們的加班人數 為什麼 加班的時數 為什麼 比其他的局處來得多 那那時候有跟議員答覆說 我們加班時數 比較多的原因 一方面是我們聘僱的人 沒聘僱的人力比較多 另一方面是因為 一月那時候剛好 一方面碰到寒海 一方面碰到 台南的地震 所以我們 動用了非常多的工作人力 到台南去支援 所以一到四月的 加班的數字 的確是比較高 但是如果議員您看 上次提出的那個表列 其實我們相關的 月替部的工作人員 其實就我們社會局的 相關的属性 除了一些突發事件之外 我們原本 各種的服務属性 很多如果是機構類的 就是24小時要提供服務的 如果像家房中心 這種也都是24小時on call 都是要有很多的工作人力 那有一些 甚至我們相關聘雇的一些人員 是我們中央專案計畫 任務下來 我們一年一年做的 一個相關的方案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 聘雇的這樣子 相關的一個方式 那所以 我們也很不希望 工作同仁這麼辛苦啦 但是真的 我們的服務属性 我們很難去跟 我們的服務對象說 我們已經下班了 所以你明天上班再來找我們 所以我們 就必須要不間斷 那其實就這個部分 我們工作人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 所以 我們當然也都有配合 人事處相關的人力控管 甚至說縮邊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但是我們相關 要必須按照勞基法 或是相關我們 市政府相關的規範 出缺情等等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社會局 都是按照相關的法律 在執行的 執行完畢 休息十分鐘 入控器 開通 有用 李咮 打 расп 谢谢大家